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德 大家午安 我们现在首先 把上个礼拜 这几个礼拜所讲的 做一个总结论 然后再继续后面 首先呢 就要谈儒家的思想 它是以人为最高的标准 这边写了 人是最高的标准 而且把人变成所有德行的总称 总称 缺一不可 所以为什么 圆回三月不为人 三个月不会违反 所有的得恨 那这个所有的得恨 那么包含忠孝仁爱心意和平等等 那么还有呢就是能够 何乎忠庸之道 何乎忠庸之道 过忧不及 任何个得恨 就像孔子所谓 从心所欲 不与举 那我们佛家呢 到了这个如果是孔子呢 那就不止三个月 就是时时刻刻 那用佛家来讲就是佛了 不是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六十分七十分pass ok 就毕业了 那他的标准是百分之百 我们学佛要破掉见识祸 成杀祸 无名祸 事事一品无名 差一品都不行 都不够格 还不能成佛 只能算等觉菩萨 到妙觉才ok 完美的一百分之百 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合乎 儒家的这个人道 人就是作为一个人的 十全十美的 可以说人天成 人成的一个标准 人成上面还有天成 但是人成是天成的 其实人成里面也包含了 天成里面包含十善 所以呢 儒家包含了人天 那当然还有后面的道家 那标准是更高 所以呢 讲中庸之道是不容易的 我们佛家讲的是中道地理体 这样我们做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 沟通 就是这样 另外呢它成为一个 所谓的标准 还有一个就是内圣外王 或者是三纲八木的 这个 明德清明 止于至善 我们佛家也是要止于至善 是佛家的至善 分为实性实柱 实行实回向 实地 五十二个位置才圆满 也达到 自觉觉他觉醒圆满 所以这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自觉觉他就是 沉己沉悟 内圣外王 这样的一个 一样的一个哲学 一个思考 这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因为讲了很多 很不容易把它 含是收舍了 我们把它简化 所以我们还讲了 学之为原觉也 就学的这个字本来的意思 就是觉悟的绝的意思 是这样 当然它的绝跟我们佛家的绝 它的深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类似的就是说 完全要修我们内在的心性 佛家讲明心见性 儒家讲 尽心知性 虽然不是想等 但是可以想通 这是西方没有的 没有这一套 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做一个 连接跟沟通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句话 用的是孟子告子里面有一段话 引用了《诗经大雅》里面有 几句话 说天生真名 天生的老百姓 真名就是万民 住民 百姓这个写错一个 不是日姓 百姓 天生 这些老百姓 住民 有物有则 就都有它 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法则 你把它说是principle也好 说law也好 说rule 就是有一定的法则 明之秉仪 秉成了天所赋予的这些 这个仪字 就是我们讲仪敌那个仪 就是平常心的意思 就是平的意思 就是人民所秉成的这种天 天性 这个天性就是很自然的那种 常性 天性 是喜欢移者美也 喜欢一种美德 那这个说法呢 就是人性本善的意思 跟我们佛家讲的 众生皆有佛性是很邪进的 西方人并没有什么性善性恶的之说 讲法律几乎把人当性恶 假设 你会犯罪 基本逻辑是不一样的 所以孔子说 做这首诗的人 其之道乎 你看孟子常常引用诗经 而诗经里面讲的都是 最普通的popular 最普通一般老百姓流传在民间 风雅宋等等 风就是一般的 老百姓唱的流行歌曲 或者是词词歌赋 那么这些里面其实就含了有 人生哲学在其中 诗经是个文学嘛 就有哲学在里头 文学哲学不分 还有史学 这个风就是风书习惯啊 也是当时 你从历史上看它是史学啊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诗君所说的话呢 就是以天赋人性的高尚 人性是高尚的 不是上帝给的 本质具足的 不是政治为前提则也 这个话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后面有提到 西方的政治学 他们的说法 像希腊哲学家 亚里斯多德 说了什么话呢 他说人是生活在社会的动物 人是天生政治动物 那当然我后面有一句话说 这句话对不对呢 后面还有一句话 他说国家是最高的集体 以至上为目的 国家虽然在时间上厚于家庭 有家才有国啊 我们叫国家 但在性质上是优先于国家庭 并且也优先于个人 这意思就是国家是最高的 一个标准 一个道德政治的 核心政治的一个团体 然后才有家才有个人 个人是建立在 国家最高统治之下的 一个细胞而已 这是一个有机体的一个概念 再看后面 民约论 社会契约 全名是社会契约论 或政治权利论 是瑞士印的法国思想家 叫做卢梭 这个我想每个人都听过这个人 在1762年 18世纪的时候 有个社会企业论 主权在民的思想 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我们现代民主制度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普世价值 对不对 但是你要研究他 看他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乃是针对当时欧洲君主绝对权利 大家都晓得西方这个君主 都是天赋神权 我是国王 我的权利是神付给我的 不是老百姓偷给我的 是神给我的 我来统治大家 是这个概念 已经讲到18世纪 那么莫的 美国脱离英国的殖民的 建立了民主制度 美国的独立宣言 和法国的人权宣言 都是体现了什么呢 社会企业论 卢梭相信 一个理想的社会 建立在人与人之间 而非人与政治 政治间的企业关系 卢梭认为政治的权利 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 你的权利是我统治者 如果我是统治者 一个完美的社会属于 人民的公共意志 公益 这个公益是什么呢 就是应由公民团体组织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 比如说立法院啊 什么 上议院 下议院 众议院啊 等等 参议院啊 这一类的 美国 英国所有的 藉由讨论来产生公共的意志 那么所谓合法的政治权利 人身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家族之中 所谓的政治权利 在我们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 在社会契约中 每个人都放弃天然的自由 而获取契约的自由 你其实在公共地下你才有自由 在参与政治过程中 只有每个人同等地 放弃全部天然自由 转让给整个团体 就是人没有个人的自由 是团体赐给你的 政治赐给你的 人类才能达到平等的契约的自由 好 那么下面呢 虽然卢所喜欢人均胜过于其他的政府的形式 不反对圣君的存在 他对于此含糊其词 他阐明政府必须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主权者代表公共的意志 那么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 我们后面有个话说 现在所谓的民主国家能否做到呢 像美国能做到这一点吗 做不到 相对多数 今天我是百分之四十 你是三十 我就代表意志 明天 这个意志力会转变 秉语随时会变 第二 由 主权 主权者授予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个意志 请问 能否达到 这又是一个问题 效率如何如何收效 主权者授予行政官员 第三 必须形成这个意志的公民群体 比如说美国盖个高铁 盖了十几二十年没盖成 为什么 因为我是地方政府 可是有航空公司 有其他的公共的 这个交通的 团体 他们反对 我能够执行 我州政府决定的那个 no 不行 所以他相信 国家应保持 娇小的规模 就是说 一个国家不可能像 那么大几亿人 叫美国 印度 中国 那么多人 怎么办 所以呢 更多权力给人民 政府必须要效率 小国寡民像北欧 北欧这个是民主制度里面实现的最好的 表率 像什么 瑞士登国 但是中国印度这些大国怎么办 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主动的角色 人民的根据是一日投票产生公共意志 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 那么社会企业就造成破坏了 我知法犯法 你能把我怎么样 人民有权决定和 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利 你要说 我下次决定 下次决定几年以后 我已经搞乱了 你怎么办 所以呢 包括用起义的手段 就是革命了 来推翻 违反企业统治者 这样子 好 好 现在我们在看 就是说 这两个是基本不同的思考 一个是契约 我们跟政府 有一个契约的关系 那么孟子说 天生真理 这也是个契约 这个契约是天给我的 就是说天赋人权 我们讲天赋人权 一个天赋人权是权力义务 有政治上的权力 一个天赋人权 我这边讲的是 好像我们一切众生 既有佛性 是跟政治没有关系 跟任何团体没有关系 是任何一个single 一个人 一个单独的 他都是绝对的 有天生真明 有无有者 名字笔 一号是宜德 都是有良知良能的 跟社会没有关系 跟政治没有关系 跟学校任何团体没有关系 这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这个观念 跟佛家的观念 是完全相合的 不是政治 谁定个契约 这个契约可以改变 今天可以给你 明天可以不给你 而且你所谓的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也随时在改变 这怎么办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 基本不同的思考 我们平常没想过 我们的是叫做明本思想 不叫明主 明本就是 人民的良知良能 人民的天性 这就是心性哲学 跟政治 政治学也建立在伦理上面 伦理也建立在我们的 个人的天性上头 这跟佛家就很类似了 所以我们后面就来看看 直到这个之后 都晓得西方的民主 为什么会产生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基督教 基督教的二分法 我可以崇拜上帝 信仰上帝 我不能变成上帝 但是我们可以每个人成佛 每个人成圣人 每个人成罗汉 都可以 这是基本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思考 我们平常没想过 我们只是会崇拜西方的那一套 政治支部 那美国为什么可以 要打谁就打谁 凭什么 国家一致嘛 我是合法的 甚至有的时候 故意 就是说伊拉克 我就说你 你有什么什么东西 滑雪武器 有盒子 我说你有我就打你 所以这是西方的政治 一种方式 下面我们再看 政治伦理本于天 你看 上书里面说的 天功 天的思功 人起带子 天聚有点 至我无点 五存 天至有理 至我无理 等等 就是说 这个伦理的根本 从哪里来的 是天 所以我们叫做人伦 人伦 就是天伦 人良 就是天良 良心 天地良心 就是人心 这个是我们 政治哲学的根本 所谓明明德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我们有这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 读了这些东西 看不懂 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我们把它点破 像佛法一样 他有很多密码 好像 这个这个 很遥远 这些话 但是我们把它 讲白了一点 就是人性 然后分为不同的 从个人到家庭 然后社会 所以 所以才有修身 齐家 这是伦理 然后在治国评念下 台湾社会的 政治的 它是有一整套的 一套逻辑 我们佛学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的 所以下面说 天之间察甚密 黄乙上帝 凌下有鹤 监观四方 求明之魔 明明上天 照明下度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传统所讲的 人在做 天在看 你要有果报 这个人很孝顺 以后将来有好的果报 这个人作孽多端 将来会自食其果 这个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 只如果说 我们读这个东西读不懂 但是那个精神 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们的语言之中 其实都有文化的意思在 都有那个意思在 所以我不敢做坏事就怕 以后有果报 不是我自己可能或有子孙 我等等 好下面说 天心为明心为天一所在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天聪明自我明聪明 天明为自我明云为 就是说老百姓 老百姓是有良心的 阳善伐恶 就好像说 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故事 也不是故事是真的事情 叫做阳政 地政的政 叫做观西福祉 下面再讲 各位知道 大家都听过的 就是有人来送红包给他 别人说 没有人知道 他说 怎么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天知道 地知道 怎么说没有知道 叫做四肢啊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传统文化了 就是传统文化 它是无形中的一种约束力 确实也是啊 我们佛小话讲的 叫自食其果啊 天心就是 灵心就是天心所在 所以 人民为政治的中心跟目的 不是政府 西方是政治哦 你要听我的哦 你没有个人自由 听我的 国会 国会是代表什么 我代表的是 像美国现在枪敌世界 一年都要死成千上万的人哦 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 因为我是 国会军火商的代表啊 我为了我的利益 我当然要 让这个枪子存在啊 社会不安宁 我会用各种逻辑说 人需要保卫自己啊 任何逻辑都是有某些可以成立的 所以美国为什么总统也没办法 你想进 议员不答应啊 所以美国是裁法政治 所谓的 这些议员即使就是裁法 我的background就是裁法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总统你说最高一致 最高一致是谁 其实是这些利益团体啊 不是真正的民心所在啊 所以说 明之所以天地从之 明之所好之 明之所悟 悟之 此之为明之父母 这是大学里面 上书里面所讲的 后面还有啊 何何时宜明居尔丹 有国者不可不胜眼 辟则为天而为 就是说 老天你固然是赫赫在位啊 但是老百姓都在看着你 每个眼睛都在看着你 有国者不可不胜 西方人都会说 谁嫁给我是老百姓给我 我是一票一票选来的 现在我们民主就这样 我是一票一票选来的 可是你的民意 说不定到 说来民意不在你身上呢 但是我说 我是一票一票在那个时候 而且还有希特勒那时候 他也是民主哦 他为什么要把德国几千万人 能够搞到这个样子呢 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民主啊 我代表民意啊 所以他说 有国者不可不胜 辟者为天下录以啊 讲到这边我还顺便提一点 在汉朝有个 董仲夫他们有一个 叫做阴阳灾疫 什么叫阴阳灾疫呢 这是属于经文家的 经学家的思想 这阴阳灾疫的时候 突然发生地震 灾变 比如说灰心仙 火灾了 汉灾了 黄灾 蝗虫灾了 等等的灾 这个大臣呢 就上书给皇帝了 哎 现在天心市井哦 你我们一定有失德的地方 你要小心哦 天心市井如果不小心 这样大难了 所以说 有人就像梁启萨先生认为说 你当过君王的人 人也不能够为所欲为 天心会市井 会惩罚你 如何如何 所以阴阳灾疫就是用 借着天心来 让你作为君王的不敢为非作呆 这是一种阴阳家的一个说法 从这边变化出来 因为这些大臣是有良心的 他是为老百姓着想 以免你作为以前的君王还得了 我要杀谁就杀谁啊 对不对 不需要法律啊 真正的这个君主不是这样 君主不是这样 我记得汉文帝有一次 他的御马 就是从皇帝的车子 经过一个桥 桥下突然有一个老百姓跑出来 把那个马 马就受到惊恐了 这种惊恐 皇帝就摔倒 汉文帝很生气啊 老百姓太唐突了 就下自于官吏来判他 就是官吏很清廉啊 判他什么呢 罚些钱就算了吧 这个汉文帝很生气啊 他惊恐到我 如果我摔死了怎么办 怎么可以 这个老百姓可以 可以如此呢 杀掉 结果这个 这个玉石呆工怎么样 张世芝 No 不可以 依律不行 他说我要杀就杀 为什么不行 他说 当初 因为他说 我看这个老百姓 这个老百姓不是故意来 要恐吓你 让你去摔马的 这个老百姓以为皇帝 因为大家都有什么 什么书境回避了 这个老百姓以为你的马已经过去了 以为没事了 他不晓得 跑出来以后 撞到 从桥底下撞到 这个马一 突然有个人他吓到了 所以老百姓不是故意的 既然不是故意的 罪不至死啊 第二个 如果你当时判他死刑 执行死刑 那也没话讲 你交给官 你交给我 我就依法行事 韩文帝 怎么 怎么呢 OK 你说的对 各位看 古兽的君王是怎么样的 那个是权威 为什么韩文帝算是贤君呢 他懂道理啊 你跟他讲他听啊 我们现在民主社会都守法吗 各位看川普守法吗 不要说别的啦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是问题所在 这是我们看出来的 像唐太宗也是这样喔 唐太宗也是这样喔 唐太宗也是这样喔 我们上次有举这个例子嘛 有没有 唐太宗 有一次 跟这个 一个 这个叫什么 做这个工建 工工 工建的 专门做工的专家 唐太宗非常得意的 拿着他的剑 他一看 你看我的剑怎么样 他没塞 不行 不好 他说 我是靠这个东西 大天下统一天下的 你敢说不对吗 结果这位工就说了 他说你这个剑啊 里面的脉里不值啊 就像说我们竹子啊 木头它有它有脉 它脉不值 这个剑怎么行 一般如果是一个圣经的话 就好 第一个我看他不爽 你敢批评寡人 我就拖出去吧 不打你一顿算好的了 要么四十大板嘛 以前古时候的官 不管有理无理 先打四十大板再说 这是他皇帝啊 唐太宗有没有这样 No 没有 唐太宗不但没有这样 唐太宗也没有说 以后大家注意咯 做剑 做工要按照他说的这样做 他也不是这样说 他的说法是我们所有人想不到的 他说 跟魏征他们说 你看 我们是靠这个平定天下的 今天居然都有错误 可见我们的施政 我们的政治一定有很多错误 我们自以为是没事 可是很多人都看见你有错误 所以你们所有的大臣 我正我有什么错误 你就要直言尽见 不可以 见末 你看 这就叫圣君啊 这叫做原教思想 这叫原教思想 一个弓箭是个非常 low class的东西啊 他的脑袋会赚好几个钱 赚到说 我们现在是天下太平了嘛 以前是靠这个东西嘛 对不对 这个我都会错掉 何况我认为我的政治不错 所以你看 你说民主社会有这样的君王吗 有吗 我们一直在批评君主政治好像一无四处 民主政治好像说是至高无上 他想像以前那个福山日 日 日裔的美国人 他就说了 历史的终结者就是 民主政治就是 零缺点 后来过了若干年 他发觉 他是美国人啊 日裔美国人 他就修顿他的说法 我以前说的缺点 现在 不敢确定 这样一个问题 好 这个呢 我们刚刚提的这些问题啊 就在说明 什么呢 四个字 思考方法 我们不是在说知识 说一个思考方法 一个人的思考方法 决定这个人的class 所以因此我们说 小史中顿原 常态宗是原教的思想 他的class 为什么会历史地位那么高呢 他有这样的思考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好多 西方人对所谓民主政治 他的 background 是什么 我们传统这个民主政治 不是民主政治 民本思想 一直到现在为止 你看三民主义 三民都是以民为主啊 民主 民权 民生 都是以民为主啊 大陆也讲什么三民 它是另外一种三民 好 所以说这是 人民政治重心 他是政治重心 也是政治目的 所以你看 我们佛法 诸佛菩萨 我们讲的佛心 一切都是以众生为 众心为目的 诸佛出现就是为了众生 他的重心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说我已经成佛了 我是武力盟主 你们就听我他 不是 这是基本思考是不一样的 后面再看 要以百姓之心为心 以民之优乐为优乐 所以孔子说 百姓足均属于不足 百姓不足均属于足 用在现在也是一样 就是说老百姓都吃了饱 穿了暖 国泰民安 你做君王就安心了 如果你吃得饱穿得暖 别人吃不饱穿不暖 那你做什么君王啊 诶 请问这个说法 你说封建 以前就是说法 反正传统都是封建的 都是不好的了 请问这种说法不对吗 有什么不对 以我们现在的民主 也离不开这个啊 好 孟子说 他说 与民同乐 所谓乐民之乐 民以乐其乐 优民之优 民以优其优 乐以天下 优以天下 而不忘者 为之优越 这个就是王道 王道是想 所以他说 孟子所谓的 你好色 好乐 好财 好什么都好 但是要与民同乐 这是孟子 名为贵啊 贵说啊 名为贵 色地赤之 君为亲 各位都读过啊 朱元璋 明太祖 看了这句话 很不爽耶 明朝是很专制的 就把孟子拉下来 他认为应该是 君为贵 色地赤之 名为亲 但是孟子不止这样看啊 这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精神所在 我们看老子哦 老子是决胜弃制的 可是他有一句话 圣人无常心 一百之心为心 善者无善之 不善者无益善之 得善 信者无信之 不信者无依信之 得信 生在天下 戏言 为天下昏及心 百姓皆住其耳目 圣人皆孩子 这就是 还是 前面第一句话 圣人没有固定的 这个常识 永恒不变的 但是有一个绝对不变的道理 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 所以我们华言讲 心 心 佛 众生 善无差别 你看这不是很像吗 佛讲了 不抵心 也离开众生 众生所希望的 就是那些 所以我们最后用了 心佛与众生 是善无差别 这样来看 我们读儒家思想 从来没有去想这些事情 虽然是读了文化基本教材 考上大专 联考 大概都考完大专联考 就 现实专送双卦号 寄还给考官 OK 我也已经pass了 就是这样 我们平常 我们读书 我们当年读书也都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边下面 我记得高三子的时候 老师就说 这题会考 所有人都会从梦中惊醒 哪机会考 哪会考 大家都是这样子 我们就这样pass的 只要这题会考 所有的瞌睡虫都没有了 是这样 这是我们 学子当年的心态 不会去想说 所以现在 杨定一教授 我常常提到他 我不是这个人 他说我的东西 有什么真元一 出了好几本 静坐 我这个东西是最古老的东西 也是最新的东西 这都是前人的智慧 所以他赞成小孩读经 你在小时候 你就把这些所有的 最营养的东西 精神营养的东西 全部吸收进去 以后再消化 很纯净的心如何如何 好 就是我们把这些思想 不在原文字 而在它后面 它是一个思考方法 思考方式 那我们为什么 当初我们读的时候 都是为了考连考 因为我们把它当知识 当做一个敲门砖 不会去说 到底他讲的一个道理 没有去想到这个 只是说自己怎么翻 然后是非选择填充 OK 其实是怎么样 堵住我们的物门 我们的物门被堵住了 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我们要比对一下 下面我们再看 苏科拉底说 知道自己的无知 才算是真的认识自己 这才是最高的知识 德行就是知识 这跟主要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知识意味着自知无知 认识自己才能认识人生 我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庄子 我们前面引用的庄子说 人之生也若是芒谷 就是人生出来是这样的无知吗 庄子就提出来了 但是他这个 有个question mark以后 后面有个answer 有个答案 可是呢 西方的哲学家没有答案 我正在去求知的 就是ING过程当中 没有答案 我在追求 一直到现在 西方哲学家还在进步 一直在追求之中 就是我们不要 我们为什么没有答案 道就是答案 道就是答案 不是没有答案 是有答案 所以我们说佛教有没有答案 有啊 明星见星啊 那是答案 现在我们再看 智慧必须从知识中直接获取 它是人类在生活中 结疾而成的精华 智慧 因此呢 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些 说的东西 啊 明之所欲 那么作为君王 叫明之所好好之 明之所欲欲之 这个道理 是前人已经说过的 另外呢 我们要看到西方哲学可以说 是想出来的 中国哲学是什么 做出来的 叫做公行自治 公行自治 就是说 你去身体力行 自治 就是你自己能够领悟到 自己能够达到 这是道嘛 想出来就是我一直在思考 因为基本上啊 但是呢 苏大提讲那句话 应该是 能知跟所知是站在对立面 二分法 能知是有限 所知是无限 有限的能知 怎么知道无限的所知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 这个基本逻辑是这样子嘛 那我们现在能知都是有限的 所知都是无限的 所知都无限 你怎么能达到 可是呢 我们前面讲到孔子说 下学而上达 下学是人是 是抓得到 看到摸得着的 上达是天理 看不见摸不着的 还有呢 我们华言啊 入不思议法界品是无知 无限的 可是前面是 可以思议的 先要是可以思议的阶梯 然后达到不可思议的法界品 不是不能达到 那必须要提一指 否则你怎么达到 一个是可思议 一个是不可思议 如果是二分法的话 你永远不可能达到 两个平行线的 所以这是有 如到佛的思考逻辑 在里头 所以说天人合一嘛 最后是可以 那为什么说 我们说西方讲到神 神你不能取代神哦 你不是神 你永远是一般的人 这二分法 佛不是啊 信佛中生三无差别啊 你可以成佛啊 不是二啊 佛是不可思议 太 你看我们是无量的 但是呢 你还要从可限量的东西 可思议可说的 达到那个无限量的 不可说不可思议的 所以这个逻辑都是很重要的 一种思考 一种思考方式 好 下面我们再看了 这都是苏格拉底的话 他说 人以为我最聪明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 还是他类似的话 人生最终的价值在觉醒和思考能力 而不只在于生存 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哲学 一般人是 其实就是 一般人就是吃拉萨而已嘛 其实说起来就跟蜜蜂啊 这个蚂蚁一样的嘛 吃饱就算了嘛 就像来这样去嘛 可是哲学家不是啊 哲学家要说明 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啊 所以这才有人 人生最终的价值在觉醒和思考能力 一个人跟一般动物不同的 而不只是在于生存 十一柱形而已啊 这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 下面呢 唐聚先生在中西哲学思想的比较集里面 论到中西哲学的问题不同 他举出了三点 他说西方哲学家对于哲学一向是重在知 所以哲学意为爱知 philosophy是爱知的意思 西方的哲学总爱 说为知识而求知识 为知识而求知识 可是呢 中国哲学家从来没有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的思想 所以孔子说 知己知 人不能守知 虽得知彼是知 就是他要靠实践 得到真理 为什么要说昭文道 细使可以呢 道是一个无限的 形而上的 灵性的 一个无价的价值 就是道 所以昭文道 我能够知道这个无限价值 我的生命的长短是不重要的了 意思就在这个地方了 这是基本思考不同的 另外第二个西方的哲学方法来自于识别 中国哲学家方法十字六七都是注重知觉 孔子有默而置之的话 默而置之就是说心领神会的 默就是不讲话 不是说我说话说得多 就是我有学问 我知道得多 他有的是心领神会 像禅众一样的 我是心领神会 我不会告诉别人 我开悟了 最后只有老师告诉我 你开悟了 这样 西方哲学家 哲学注重讲习辩论 中国哲学 这比较不处重视这个 现在呢我在下面 唐先生讲了这些三条 我在下面 我以前在写一本就国学导读 这个有五位学者写 有讲 总论有讲 今时至极 我负责是止步 止就是哲学 那我就从 道与哲学二词的字元来 开始分析 哲学 philosophy 就是希腊哲学 毕德·高达斯 他从希腊文把它翻译 philosophy 就是爱 Sophia 日本学者 叫做西周的 他在西元1873年 名字六年 依据 尔雅 里面有一段话 日本的学问的根本 还是我们传统的 这些国学的东西 哲哲智也 亦成哲学 所以这个哲学是日本人翻译的 根据了什么 就是根据尔雅 那么 沿用至今 我们现在不晓得哲学是哪来的 其实它是这样来的 像社会学啦 经济学 很多都是日本人翻译的 所以 依据哲学一词探索的原意 是以求知为出发点 这叫做爱智嘛 探求宇宙人生的原理原则 确立正确知识 确实是系统化的学位 哲学注重什么 reflection 就是反省 宗教重视什么 belief 信仰 忠诚 在探索的问题过程中 永远是发现问题寻找答案 是从无知 惊奇 怀疑 追求 完成 这是西方哲学的一套过程 总之是以知识为探究的对象 换言之 是为了求知而求知 不离二分思维的方法 那么我们传统呢 就不是如此啦 古生先前就是说 他就是悟道者 类似于说佛门的 这个二十八祖 达摩祖师二十八祖 从最早一直慢慢成 那都是开悟者 都是有智慧的人 而且领悟到宇宙人生真理的 不是在追求过程之中的 不一样 那么好 下面呢 下面看好了 中国自古没有哲学这个字 有之只有道 道 林毅光的说文说 从说文解字 许森中文解字里面说 道就是所行道 道就是道路嘛 守代表什么 方向 所以 道真理是有方向的 守也有是一身 这是他的声音 从很早 他是从这里来的 道字是行声间 会音是 道就是手啊 一个走 道是要走路啊 所以叫所行道 就是从日常行 日用寻常中 举凡一栋足 急不可离 而且 必须脚踏实地的去坐 所以 本来是个有限道 所以道路具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 它有方向 这条路往哪去 第一个 第二个 它有一个条理 中山北路 中孝东路 什么路什么路 它有 它有一个 有个条理 有个方向 而且道路是 走出来 道路不是画给人看的 画面冲击的 不是啊 道路必须要 有人走 有车走 而道路有个原则 道路是 只要你走 绝对离不开道路 所以 就是说 从一个有形的道路 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 用这个道字 所以 有形的道路 引申为抽象的概念 就代表一个 永恒不可变的真理 或者道理的意思 所以 我们才有 最通俗的话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知道这两个字 人不学 在学习里面讲到 不知道 这个是非常非常 普通的一句话 每个人都会讲 你知道了没有 我知道了 不说我知 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知道 假如今天有个老外问你说 你们为什么叫知道 为什么不说 我知就好了 为什么 我知道 你不知道 为什么 我还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说 大家这样说 我就这样说 其实这里面有哲学 这就代表说 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句话说 人莫不饮食 显能之道也 每天吃饭 你不知道为什么吃饭 里面有哲学 因为吃饭只是营养嘛 为什么禅宗还要说 吃饭睡觉啊 鸡来吃饭困来眠呢 孔子也是吃饭睡觉的日常生活 你看这个原则 这都是道 道也者不可虚一离可离非道也 所以呢 你看 这个道里面就很耐人雄伟的很多意识在里头 从儒家家那个思想到佛家的思想 撒找应对进退 迎宁送客 行律坐卧 都从那边引生出来的 都是行而下的东西 不离这个 那么有人问 这个是哪一个 What is it 这是什么 这就是道啊 这是禅宗所谓的道 因为他为什么不说 这个就是道 他为什么不说 因为是做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的 同时有不可离的 这样的意思 所以必须 公平自治 自行合一等 它不是一种知识 所以理论篇才说 遭闻道 所以我们后面就注解了 具有永恒的价值 于细是可以 为什么细是可以 采摹他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晚上死了 也了无遗憾 以 换句话说 没有闻道是不可死的 为什么 那你就白活了 就白活了 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后面呢 终于有这句话 道业者不可虚理 可理非道也 所以诸子说 道者日用事物 当行之事 另外呢 孔子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 无常终日不时 终业不寝 以思无意 不如学也 这个看出来 孔子 他不去想一些 玄妙没有意义的一切事情 不如去学 所以我们 读论语第一句话 大家都读过 学而时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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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学的意思 这边有个学 小传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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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文字 觉悟也 从教 就是把这个拆开来 就是叫从 这个蒙 这个是蒙的意思 下面是旧神 或云旧 有福意的意思 旧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手 福意 摇身 两个叉叉 就是摇身 这个呢 这个 这个教育的教的 右边这个是从 又不生 这个东西 有人说 这就是手 手拿着一个鞭子 从旁边测 一个从上提醒 一个从旁边测 使学者觉悟开启 迷蒙也 这就是学的意思 学的原本的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所以学而实习之 习 你看习是什么 习是一个羽毛的羽 下面一个好像白字 鸟朔飞也 就是鸟要学习去飞 母鸟教小鸟怎么飞 这就是学而实习之 我们看很多那种 discovery那个频道 这个母狮告诉 幼狮小的狮子 怎么去求生 带他去学习 那就是说 学而实习之 那这个学的东西 是能够 身体力行是有用的 是脚踏实习去做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在 好 这是我们先分析 哲学跟道这样 梁启超先生在讲 儒家哲学的时候 开始他就用了 类似的话 我当然也是得到他的启发了 说明两种的志愿不来 不一样 所以他的里面不同 因此呢 他就说 我这个书 我还是写儒家哲学 不是学 儒家道数 道数这两个字 我们不用了 现在不用 你用这个道数 人家觉得太古老 太遥远 所以因为大家用哲学 我就用哲学 现在用哲学 华言哲学 也是可以 华言思想 也是可以 都是现在的说法 华言原本叫什么 华言义学 你想义学 别人觉得好遥远 跟我 很遥远 我们说 华言思想 用这样的 大家能够懂 所以下面我们谈到 第一个 第一个 重直观的 故非以思辨为公 孟子说 人之所不学而能 其良能也 所不利而知其良知也 就是不是经过后天学习来的 不是经过思考辩论而来的 所以呢 不学不利而知而能的 就是鲜艳的 不是后天的 只顾直观的先决条件 又曰 今人乍念 如子将入于井 必有处理车隐之心 非所以那交 不是要跟这个 如子的父母亲要 跟他 建立交情 也不是要邀 这个邀 就是 要求的邀 跟那个邀请的邀 就是我要跟相当朋友说 我这个人很有良心 也不是误其神讨厌他的声音 其中一个乍字就是直观的意思 Certainly 没有经过非所以那三个 非所以三个就是识变 我要不要救他 我救他我有什么好处 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得到好处还是打个算盘 那个就是计较心了 不是识变心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么当然讲到这个地方 儒家有没有讲到识变呢 你看 博学 审问 圣诗明辩 怎么没有讲识变 笃行 不是没有讲识变呢 他的识变是他的一套 孔子 就是孟子有孟子的哲学 荀子有荀子的哲学 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也可以讲 我们 我们 在佛学里面 维士学法相中有法相中的逻辑 有哲学 鲁莱藏有鲁莱藏的哲学 中观有中观的哲学 那么圆教有圆教这些 顿教有顿教这些 不同的 所以因此我们在谈华言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些所有的 瑞藏思想也好 维士思想也好 柏瑞思想也好 我们都要 有机会都要去触及了他 然后华言怎么整合他 变成一套华言的一套 像是中文人员的一套思考逻辑 你用中观的那套的英语 放在为师就不通了 为师的放在卢来藏也是不通的 不同逻辑 所以孟子有孟子一套逻辑 寻子有寻子一套逻辑 不同的 有相同也有不同 这就是我们想思想的一种 比较 这样子 一种思考方法不同 下面再看 内观性的体验 故重悟性与修正 而非外在现象的探索 研究 所以我们刚刚举的 论学学而实习之 习是鸟瘦肥也 故注重在实践中体会 孔子论人无定义无成说 是要学者自无而 经举 寻子 指道篇为例 比如说论人 孔子一般来讲 也有定义说 人者人也 做一个人就叫人 它是定义 智者知也 就是定义 那很含糊 那么论人一般没有定义 没有成就好像说 禅没有定义 禅有没有定义 禅有没有定义 就是禅律的意思 有定义 可是在禅中的时候 没有定义 因为它不是知识 我告诉你 Dana它是禅律 这是指识 告诉我 原来是这个意思 可是真正去实修的时候 这个禅是没有定义的 禅是一个领悟的 所以说禅中的 不悟本心 学法无疑 那是你要悟进去的 就跟教不一样 教就是要有定义 要有逻辑 要有它的一套思考方式 下面我们举这个例子 来看一下 尤 这是孔子问 子尤就是子路 人 智者若何 人者若何 什么叫做智 什么叫做人 子路就回答了说 智者使人知己 这我们前面提过了 人者使人爱知 子曰 可谓是 孔子给他一个定义 给他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叫做 你是一个赌书人 子供同样回应 同样的问题 他说 智者知人 仁者爱人 孔子又给他一个 批了一个 是君子 那 言回回答就说了 智者知知 仁者知爱 孔子说 可谓明君子 请问这三个 which is better 哪一个 可谓明 可谓明 明氏君子 那么这个 我们就是说 这个是 荀子指导里面 突然有一个好像 禅宗公案一样 在这里 没有答案 就是我们把它当公案 来讲说 当时我就想 为什么孔子要说 明君子 一个氏君子 一个氏君子 如果我们懂得佛理 或者懂得大学 自觉 觉他 觉醒也满 这是有步骤的 你没有自爱 自知 怎么知人 怎么爱人 怎么使人 实至明归是很自然的 有它的次第性的 子路就有点表现自己啊 所以子路是这样讲 这三个答案就是说 你说这三个答案哪个对 我们也可以说都对啊 可是有点很重要啊 这三个答案 为什么同样一个老师出来 我们用个问题意思 为什么同样一个老师出来 会有三个不同的答案 那你老师教什么 我们现在来讲 为什么同样老师教 答案不一样 就同样 神秀 都会呢 都是红人的学生呢 为什么 讲到说 新是 新是菩提兔 新都民营台 为什么两个就不一样呢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呢 是他的老师不是用知识观察 就是我不是超黑板 你们背下来考试按到这样 就几八分 就一百分 不是啊 是你自己的领悟体会 所以我不告诉你答案 告诉你答案 你知道了 就如果告诉答案 每个人回答都是说 知者自知 人者自爱 每个人都这样回答 这个是我的体会不同 所以我这样说 你那样说 他说都对 可是 圆回 至少是八九十分 子贡 七八十分 子录六七十分 因为按照逻辑是 自知自爱的第一个 first step 然后second step 第二个第三个 你才能达成 所以孔子给他道 明君子 是君子 是 对 这是孔子回答 所以这就是我们把 那个时候看这句话 你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只是显露出这么一件 一个case 一个公案 那公案没有答案 就是说 六祖谈经 摆在那边 你可以用 你可以来讨论啊 为什么同样一个老师 这个财政公案太多了 同样一个老师出来的 为什么答案都不一样呢 所以 这就代表说 我不是知识的学问 我是领悟的学问 自觉的学问 所以说内观的体验 故注重 悟性跟修正 不是外在现象的探索研究 它不是一个思考方法 但是它有一个思考逻辑 所以孔子给他一个分数 一个评语 对 在里面 那就是三个答案都对 但对的程度 不同 class不同 是这样的 好 到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好 那么我们继续 再看 这一段 刚刚 用的是 寻指指道篇有一段 对话 寻指用了这一段 没有说什么东西 那我们是 因为我们看到财政公案 看了很多 所以看它这一段 到底什么意思呢 那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会产生像 禅宗公案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 认知追求真理 那怎么解读它呢 这样子看 可能那个答案 就可以出来了 那么 刚刚引用的是 儒家的 比如说我们也读过 孔子问他的弟子 何个言而至 你们为什么不说出 你们的志向呢 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类似的 下面还有 庄子所谓的心灾作妄 那个是可以静的哲学 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谈到 心灾作妄 还有 惰势之处聪明 庄子不要用聪明 还有呢 老子所谓的 自须及守静度 静的哲学 朱熹也有 以法未法 静时涵养 动时醒察 有点像我们的止观 涵养就是止 醒察就是观 受到了佛家的影响 半日读书 半日静坐 乘子 看到人半日读书 半日静坐 就成人好学 这是儒家的修养 定静安利德而来的 都是内在 都是内在的 下面我们再用一个 何以分的哲学 简易性 原则性 整体性 原容性 就是说 我们一般来讲 易 易经的易 易为群精之首 就是儒家哲学最基本的就是易 我的朋友 侯秋冬先生 侯秋冬教授 写了一本《易与中医》 从易的道理来解释中医 易的道理当然可以解释阴哉阳哉 可以解释中医 可以解释武术 武是文武的武 或者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什么 那些 那些阴阳五行那类东西 那么你看阴阳五行 相声相声 八卦 太极 无极等 有太极拳 有八卦拳 有形语拳 有五行拳 广泛的应用在天文 地理 命理 医学 兵法 武术 我们的武术有两个 一个就是少林拳那个武术 一个就是 算是 奇门遁甲之类的 哲学 文学 所以姚乃中阴阳 刚柔 浩瀚的 是阳刚之气 婉转的 叫阴柔之气 人也说 这个是阳刚的 这个人很阴柔 柔就是很阴险 我们又说阴险 为什么用个阴字 养生 修心等理论中 家也融通 所以 如阴极阳生 阳极阴生 物极必凡 陆向山有说 心一理也 理一理也 至当归一 今以无二 此人此理 是不容有二 把这个道理用在 其实就是 华原讲的一极一切 一极一切一切极 这样的道理 那我们下面引用一个说 比较 不讲什么中医 什么阴阳寒热叙实 我们用在相书里面 可能各位 比较有兴趣 比如说 鸡木水河土五行 行是什么 行就是运行 运作 我们谈到五行 都是很玄的东西 那我就用相书里面 有一些不同的人格特征 比如说 金行 金是比较坚实 就是金行的人 标准的金行的人 坚实 长得身体很结实 不高不矮 面貌方形 肤色洁白 眉目清秀 个性坚定 金就是坚定 金明 人格特征 坚决实在 深刻火刻金 故记火行人 火行人 火行人就是比较急躁啊 佛照啊 火刻金啊 喜逢木行人 金刻木啊 那么 木行人 木就是长得比较瘦 长 长瘦 皮肤近黑褐色 正直 木者正直 严肃 什么 昂长瘦 人格特征 木行人 什么 炎正 爽直 金刻木 木虽然 金比较更坚硬啊 而其水 水可以生木 金生水 那么水行人是什么 水行人比较胖一点水 肤色白或黄 圆滑比较水和 有的人 阿沙利 阿沙利 他水行人比较多 清太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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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谦卑和蔼 有的做生意人 胖胖的人 江青 和蔼可亲 笑脸贻人 可亲 比较积极 可是怕土行人 土行人 土行人是什么 笨笨耍耍 洗火行人 火可以 温这个水 火行人是什么 灵活 火比较是红色的嘛 可是急躁 积极 好处是积极 不好就是急躁啊 好处就是进取啊 火行人也可能是暴躁 急切 极端 忠诚 劣势 可能很多是火行人 火克金 木生火 火行人碰到金行人 就不太好了 我的金行人慢慢的 比较很杀实 你的火行人 赶快赶快 就克我了 我找个木寮 是火行的 克我的 就不行了 我找一个我克他的 或者他生我的 土行人怎么样 厚实 老实 忠厚 堵实 比较呆呆笨 土脱土脑 肤色属黄 但是稳重 刻苦耐恼 忍辱负重 土行人 寂木洗水 他喜欢水行 那么下面就是 金生水啊 水生木 木生 木生火等等 五星相克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相克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纯的金木水火土的人不多 都是杂 都是杂 所以纯的话 可能是什么 是大富大贵心 但是如果是杂 比如说我是金 假设我是金型人 我应该是坚定 坚明坚决 可是我的个性中又有火行 火行是急躁啊 我的个性应该是坚实 但是我很急躁 就把我的坚定破坏掉了 就相克了 我的人格本身就产生相克 产生我的矛盾 人格就两种人格容易分裂了 类似这种的 但是呢 你看这边看一下 五行存 有存有杂 存者五行存者为大富大贵 杂者为贫贱相格 但若依五行中 凡生我者为贵 假设说 我有土行 可是寄木洗水 可是呢 我又坚有水行的个性 OK 可是问题是 土行又变成木 那就不好了 凡克我者为破相 对金型人 杂以火相 则为破相 若坚有土行 则非属破相 土神经呢 土行的人 碰到我金型的人 OK 而 杂相 愈多愈差 我这个积木水火堵的行 全都有 那我就是人格错乱了吗 这不是原教哦 这个是错乱哦 不是原教哦 但是 但是 这个可以慢慢研究的了 那一般 存相甚少 多数杂相 我们都是有的 哎呀 我有这个行 有那个行 但是是相生还是相克 而是生克而别 如 木火通明就好了 木生活 可是呢 木火通明 我木型的 所以 这种 刚刚谈到这种的 木型的人 收藏 严正 爽直 又有点火型的 木火通明 这是好像 而 而有另外一样 刚刚不是说火克金吗 就是 唯火断金 哎 就是说 我是金型的 照理说 我应该是很坚定 坚定 实在 必吃不苟 但是 会 太消极 太稳重的不好 要有点火型的 让你稍微的 好像 这个火烧的 这个锅子很烫 烫手 可是锅子有点温温很暖 唯火断金 很好啊 所以 哇 所以这里面又有它的变革 我是金型 可是我有一点火型的个性 很好 所以下面说 大不大贵 长寿者亦变 而杂相者不亦变 这就不容易变变了 通常以生我为义 克我为害 甚或凡以生我为害 克我为义者 这里面就有相反相成的 很复杂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很好 统计是约百分之二十 只有这种情 像刚刚所讲的 后面我们 最后讲了 像说里面有一句话 有心无相 相随心生 有相无心 相随心短 也就是说 最后这个相还是在心 还是在心 相是可以转的 我的相是克 是我人格中有很不好的 但是我善于 好像理学家讲的变化 其实把我知道我的缺点 我把我的缺点弥补 把我的优点发挥 我就转命了 当然还有就是说 为善必仓 为善不仓 祖先有余央 央境彼仓 为恶必亡 为恶不亡 祖先有余德 德境必亡 这相说到后面 还是要讲到行 还是我们佛家讲到 修得补相 假设我是相特的 那我就想办法 我来补足我个人的缺点 就是说五行都可以大不大规 但是很难有存的 如果是杂的 就是用深刻的道理 相生的是好 相克的就是不好 那么当然还有变化就是 目火托明跟 唯火断金 那么如果我了解 我研究这个 我的人格中的优点 缺点来补复它 像以我来说 我平常是什么 记忆力很不好 可以说过目其忘 可是有一点优点是什么 比较有耐心 狠心 喜欢用领悟的 不是死记得 所以有很多记不得的 我是用领悟的 领悟的久了以后 你去慢慢 你就记得了 那么因为我有这个缺点 我在学习过程中 长辈都认为你是个 我的个性很佛造 都认为你是个孩子 不行 太佛造 那我喜欢运动啊 运动都行 一看就会 小时候爬那个墙 手这样一勾就可以上去 前程不知道是不是做过什么大道 大一下 背眼走壁 多配啊 大家从来没输 我敢拼 这读书就不行 但是喜欢用动脑筋啊 咱们认为你不行 读书不行 所以呢就会动脑筋说 哎呀 为什么我不行 为什么别人行 我不行在哪里 还会想到人生干什么 为什么人要活 活着还要读书干什么 如何如何 所以我到13岁的时候 就看到一本静坐法的书 就看到这个静坐 静坐澄清敌地 好像这个水很澄清 就可以看见宇宙真相静子 哎 这个有道理啊 就领悟到了 因为领悟到就是错啊 因为去做慢慢体会出一些东西出来 哎 慢慢觉得脑袋比较灵光啊 领悟力比较好 记忆力也会比较好 哎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哎 我想这里面有学问 谁在讲静坐的 啊佛啦 道啦 哎 这个东西了不起哦 我的个性就是被放弃的啊 我这个人是不行的啊 因为这样后来我去教书 我去教书 我去教书说 哎 为什么那个孩子不懂 我怎么让他懂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 也是很佛造 也不能专心 如何如何 哎 我就学到这个了 那么 看那些比较优秀的人 有的就会变成这么笨 这都不懂 这都不懂怎么行 就会瞧不起 我就不会啊 因为我就是被人家瞧不起的那些孩子啊 你不懂啊 所以被瞧不起啊 那我在说 为什么让我不懂便懂 便懂 所以这就是正反相生 如果我是那种很优秀的很能 我可能我也会想 这么笨这都不懂 如何如何 所以很多相反相生 好像不好 但从另外一角度谈 哦 也很好啊 如何 好 这是我们谈到 这就是很多人生哲学啊 所以对这些道理像 哎 刚刚我们去分析这些都是因为 去思考这个问题 去理解这个问题 我不去记忆力把它记下来 我要去想 why 为什么 就是审问 现在的问题意思 这样 好 下面再看哦 便与不便的哲学 有日心悦意的哲理 有万古长心的恒理 三意 便意 简意 不意 挂摇像的变化多端 错终复杂 足以万应而不穷 所谓的便意 但是 虽然千变万化 但是万化不离其中 就是八卦两仪的变化而已 所以以前有人说 八卦是谁造的 是福西师 虫卦是八八六十四卦 谁造的 是文王 有很多不同说法 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 附在万数万无神上 所以刚刚就谈到五行相生相克 那些道理啊 深刻的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面 再看一下 刚刚是用相书来讲五行的变化 那么也有呢 理记极解孙希旦的 五行就是仁义理智信 他把它用在一个人格特征 说诸子信礼 书子有说 人是包含了义理智 彻影包含了修物词让是非 所以缘亨理智包含理智春包夏秋冬 就是春天也可能有夏天秋天冬天 春天也有很冷的日也有很热的 用五行言之 不知木如何包的火跟金水 这他的学生问 他说木是生气 有生气然后勿可得了生 春天以后这些百花慢慢开始齐放了 若无生气则火金水皆无至 而能生意 故木能包得此三者 人亦理智信也信无行义 可以摸索 只是有这个利而 唯情乃可得见 彻影修词让是非是也 下面说 在天只有阴阳五行 在人只有刚柔五常之德 大而天地万物小而起居实习 都是太极阴阳之地 人代表木 木的木 所以木会增长 人心意代表金 金代表很钢子 礼是火 智是水 智是水 就好像水一样 人者乐山智者乐水 性像土很实在 那么诸子说 秉受木器中的人多测饮之心 而修复词让是非是因而必塞 秉受火器中的人多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董仲书对于五行的分法是 人配木 以智配火 以性配土 以义配金 以礼配水 这人以礼之心 五常和五行就互通法了 所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就是古人在想什么 他用这个五行代表五个特性 那里面产生一种 这个特性之中的相争相克所缘的道理 就像中医讲了 金木水和土 就是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心属火 干 皮 味 肾都属于的 干属木 肾属水 肾水不足 如何如何 这里面就有他的相生相克的道理 所以医加很重是这个 阴阳寒色虚实的道理 以这道道 修行也是如此的 这个礼拜呢 我上次说检查身体 医生一看 心电土 X光 还有带了什么24小时的 都OK 没事啊 心弹没有问题 那干什么 那去检查甲状腺 然后就抽个血 两个礼拜以后见 我相信我没有甲状腺的问题 没有任何症状 这个是怎么来的 诶 要看咯 这时候积木随火图 上师的众鼠就是火 火气嘛 还有一个是什么 心计是什么 在我们修行修禅定 这个南老 南华西南老 他就讲到 在修行过程之中 在修禅定 包括练气功啊 都会发病灶 会发病灶 把以前东西挖出来 发病灶 发病灶 排毒什么东西 就是说 你以前在心灵深处有一些不安 诶 上次我们讲了 西方人讲到潜意识的时候 我们的众生啊 你把它研究潜意识 众生的心都是不安的 我们的心都是像水一样的 一打坐 千头万息都跑来 不安的 可是呢 你那个不安的东西 因为我们常做 诶 那些东西等于说 已经放在仓库里面了 它会领出来哦 你那个东西都会爆发出来 所以南老会说 我在50岁的时候 突然说地水火风都会变化 都会有痛痒痠麻 什么轻重色滑 八处十八处 所谓处就是感觉 比如说练习后人会动 不是走火入魔哦 有人说 我在网络上看到你说 我们学佛人不会走火入魔 I don't think so 我不认为这样 学佛人一样会走火入魔 好像我有个学生 他写的就是关于修行的 然后呢 他在电话里面跟我讨论他的论文 他写那个论文 他就是按照那个方法修 指观怎么修怎么修 我说你那样修 你会心跳快 会眼睛刺 会口臭 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是过来人啊 你那样过分的用心 你是很用心哦 过分的用心 心属火 就会虚火 虚火 哇 所以以前我碰的一个中医 他说 他说你这个 火啊 他结果怎么样呢 他帮我当死火 他都用什么大黄 黄情什么东西 全部都是大泄的药 我那时候不知道 怎么越打着皮皮刺 怎么越来越厉害 后来碰另外一个说 你这是虚火 虚火是心的那个火 是虚火 不是食火 食火 食则卸之虚则补之啊 我后来吃十全大补耶 你是虚火 把你需要的 本来没气的 卸得更没气 所以这个中医就是雍医了 我们说不要剩中医 就是说不吃药 剩中等的医生 不是那个中医 西医的中医哦 这个中医师学了一半啊 那一半没学到啊 食则卸之虚则补之 我是虚火 不是食火 你为什么用 这个学生就是虚火 我说你是虚火 这就是中医讲的 阴阳还是虚实嘛 你用心太过嘛 聪明苦恋 很认真 越认真就会走火 这叫走火 入魔的时候你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想入飞飞 那就入魔啊 学佛的人 你过分 你就是念佛 念到可干手 到 也会有虚火的 声音会撒哑 所以我们说 法龙禅师说的 恰恰用心时 恰恰无心用 无心恰恰用 常用恰恰无 不管你什么恰恰 就是要保持忠道义 不能太用心 不能不用心 所以我们太极拳老师跟我讲 你念太极拳的时候 你念那些东西 一定要怎么样 有则执着 无则 无则 就什么都没有了 无则落空 什么意思 就是你打那个拳 你变成机器人一样了 有则执着 无你完全没有 你不想干什么打 意思就是要保持忠容之道 你用心是用心 打起来 风平浪静 非常灵活动 又不是它的规矩 规矩中又不是呆板 规矩不呆板 但是又有规矩 好像说 这个捷御 这个高铁 它规矩上面太快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在规矩中 它绝对不能离开了规矩 它就出轨就不行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 所以我们谈到说 中医讲的这些东西 跟我们这个也有关系 跟我们的修行 跟我们这些 都是有关系的 有的东西要用温火 比如说熬药 古人讲的熬药先用蒙火煮 然后用慢火温 才能熬透那个药 我们有时候煮饭也是这样 有人说 你煮饭 白米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水一分 然后慢慢煮 蹲蹲蹲蹲蹲蹲蹲 那个精华吃进去 那个时候过来人讲的 不是说我煮开了就OK了 我们一般煮开就OK了 他没有学问的 在里面 好 所以我们谈到说 其实 那个 我们 到 单道修行的时候 自从说炼金化气 什么叫炼金化气呢 因为我们的气 血为气之帅 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 所以叫做血气 血跟气的关系是这个 血为气 没有血哪里有气 血为气之母 气为血之帅 所以我一股冲动的时候 就气就来了 血就 头上就发红 火就冒上来了 我们说我火了 什么叫火的 这就是金墨随后土里面的 就是我们讲话里面就有 火冒三丈 不就是火吗 所以 所以说我们的气里面有 温序啊 温序作用啊 没有气 活的一口气 气 我们为什么有温度 是气的关系啊 还有防卫的功能 什么寒气 什么气 防卫啊 像是正气 像这个文件想讲正气啊 还有推动啊 为什么气血会周流推动 还有很重要的 升华 单道学习 修行就是升华 以单道修行来讲 我们吃的五股杂粮 我们吃的五股杂粮 就变成精气神的精 腹筋母血的精 或者是银器 胃器等等啊 这些都会变成所谓的精 这个精就是水 身体就是炉子 锅子 锅子 水放炉 如果这个水没有水 这个锅子就烧掉了 金枯则人亡 所以要放水 然后呢 火 火就是新 我今天在禅作 我的身体就是炉子 然后精气神的金就是水 然后慢慢温序温序温序 一段的时间 这个水不是开了吗 开了就炼金就化气了 升华 这修行人才有升华 修行人才会有转动他的那些东西 同样我们 我们学这个佛法 戒定灰 也是把这个贪嗔痴 为什么戒定灰 贪嗔痴就是戒定灰 也是把它升华掉 升华掉 转换 转换一个肉体环胎 变成一个圣胎 单道是这样 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繁星变成圣 转换为圣 转世成智 也是升华 一个是生理上的升华 一个是心理上的升华 这个其实都是阴阳五行 你要去看它 它有它的原理的 它不是随便乱说的 所以你讲中医 有它的一套逻辑 修行也有它的一套逻辑 这我们刚刚讲的 心属火 火不能太大 火不能没有 火不能没有 什么东西都不能烧 火不能太大 当然了 有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要有有为的 要有点火 火开大一点 慢慢慢慢做 小一点 或者是纹火 用蓝色的 蹲它如何如何 这个肉才会烂掉 这个修行才进得去 就是这样的 所以那些东西说 它会跑出来 跑出来怎么样 不管是什么 这个轻重奢华 什么什么那些什么动养 什么什么这个 其实那是个过程 好像这个水管呢 没有通的时候 它 它是不动的 你慢慢通的时候 水管凹住它 就慢了 突然它水管直了 啪啪啪啪 滚一下水管不动 它已经顺了 所以很多这些都是过程 这是过程而已 不要把它 所以杨敬一教授也特别提出来了 有的人会见光 见佛 见什么 或者是刚刚所讲的 在指观都是好转反应 都是个过程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过程有很多 好 这是我们说到 用阴阳五行来谈 我们这只是点到为止 说明到传统的这些学问 有它一套逻辑在 很复杂 这些都不必记它了 不必记它了 这些有兴趣 当然各位可以稍微看看 那么刚刚我们谈到的是 说到那个心俗火 这种是比较重要的 不能不用心 不能太用心 刚开始要有为的多 慢慢开始有为无为之间 最后是五为 而五不为 所以我们修习禅定 也是修行世间禅定 然后在世间跟初世间禅定之间 最后是初世禅定 不可能一步到位 就像说我们修 为师也是有漏种无漏种 不可能一下修到无漏种 无漏种是空性修的 但你现在从有漏种中修 慢慢慢慢到最后 选择善 无济的 没有恶的 然后后来 慢慢无济的不要才是三 最后有漏的都不要 无漏的 所以有它的过程 有它修行的一个次第 在这个小子中论院 一定有它的次第 不能完全没有 这样的 一样一个情形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到 刚刚看到的 一有太极 太极 两仪 两仪生四相 其实 老子说 一生二二生三 有人说 一就是五极 二就是阴阳 两仪 两仪再把它这么加 其实四相八卦都是从两仪来的 分得越细越多 如此而已 所以二生三 三生万物 就从这边变化而有的 所以我们叫阴阳 寒热 也就是一个阴一个阳 虚实也就是阴阴阳 对我们的练圈的时候 石脚就是阳 虚脚就是阴 我虚幻一道是阴 可是你说虚它又变石 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就随时变化 所以以前我们练圈老师说 你练圈要懂阴阳 听不懂啊 老师在说什么阴阳啊 有时候阳手 阴手 也有啊 像阳的就是背的 像阳的还是背阳的 所以我们才有阳 阳 对不对 我们的八脉里面嘛 背的都是阳嘛 内的都是阴嘛 这样来分阴阳的变化 前面文化 这边 好 下面 中庸讲 席罗埃罗之未发 未之中 发而皆中 觉 未之何 是中古不可一意之敌 所谓见诸天地而不备 百事已是圣人而不获 这中庸里面讲的 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所谓的预求 中庸讲的见诸天地而不备 就是在天地之间 他这个道理不会违背他的 当然还有一句话 执诸鬼神而无疑 就是阴道阳道都是如此 什么叫做执诸鬼神而无疑呢 如果我们看这个疗哉 疗哉里面的虎啊鬼啊 他们也讲中庸结义的 同样就是这个道理 不是人间我们讲中庸结义 虎鬼里面有人说 这是一个讽刺 虎鬼都讲中庸结义 人可以人而不如鸟糊 可以人而不如虎鬼吗 他说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个讽刺的 一种哲学意识在里头 但是如果我们用中庸的道理来说 执就是执问的执啊 鬼神而无疑 就是鬼神之间 他也是如此啊 他是一定是 这个 逞善罚恶的嘛 这个 鼓励善而罚恶 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刚刚谈的是什么呢 变与不变的哲学 那么大学讲到三纲八木 是理论哲学 又是实践哲学 结合了政治伦理 家庭伦理跟社会伦理 道德哲学唯义 忠庸天命之位信 算心之位道 修道之位教是理论哲学 也是实践哲学 论语为正篇 孔子说 无无时有无而至于学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是天命 六时而耳顺 七时而所欲 不亦局 是理论 也是实践 所以我们讲 实性一直到实地 是理论啊 但是也是实践的 不是只是一个理论而已 现在看朱熹的 讲说心之理是太极 心之动静是阴阳 心者信者心之理 心者信之动 心者情信之主也 他就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逻辑思考 性是未动 情是已动 心包得已动未动 所谓心统性情 心情是也 下面 人之秉弃 富贵 贫贱 贫贱 受邀 长短 皆有数欲 其中 他就是用 气来解释 诸子 人的 富贵 贫贱 受邀 用气来解释 诸子的哲学 下面 他说 就见病生炎 就是一个生病的 一个出家人说 一一参 陈一参 说 气质之性 这句话 他没有说哪里来的 这个话是从 富大士兴亡明里面的一句话 他又说 天地之性 有气质之性 那么要转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 是不好的 水中炎味 你看不见 水 炎味你是看不见的 你尝了你才知道 摄理交亲 这句话 你只看见交 那个摄 你不晓得他有交 比如说 红 蓝 绿 黄等等 这里交亲 那么 庄 遗传先生意思就是 怎么样转气质之性 为天地之性 那如果从佛教来讲 就是 气质之之性 就是我们的业气 密中所谓的业解气 业 转我们的业 那就是 我们的清净之本然就出来了 所以呢 他们是用 这个 儒来藏的思想 来解释儒家的 性善性恶说 解决 这个问题 所以 朱熹说 去之之性 一说 孟子 寻子 心恶说 就解决了 因为这个是个 几千年的一个公案 道理性善心恶 那他用气质之性说 气质混杂的 有善恶的东西 水的本性 是清净的 你把那些 后天的那些东西 除去之后 那就是千天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众生中 用这个天台讲 李吉佛 就是混杂的水啊 究竟吉佛是你把混杂的水 那些杂质去掉了 就是究竟吉佛 可是你理中不具足 你因为不具足 果位不可能圆满啊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儒家不能解决的问题 借着佛家很好用 把这套道理呢 引用过来以后 所以 禅宗有句话说 再甚不增 再凡不减啊 这个佛性 圣人没有增加 凡夫没有减少 因为水性H2O 它不是H3 它就是H2O比喻了 没有去增加 没有减少啊 你即使杂质的水 它也是H2O啊 杂质不是水啊 那是液嘛 液不是属于它本有的东西啊 我们不要的是它 后天的 我们要它本有的东西 所以这些就是 儒家借用佛家的这个道理 我们了解 哎 佛家道理很清楚的 这套知识非常清楚的 啊 所以 下面就是 新王明 那一大段话 啊 嘴中原位 涉理 交情 在这个地方 嘴中原位涉理交情 好 这个 我们到这个地方 稍微的休息一下 好 现在我们 继续看后面 这个太极图说 有个叫做 月映万川 什么叫做 月映万川呢 就是 天上只有一个月亮 千江有水 千江月 这个什么意思 好 这在儒家用起来呢 就是说 天上的月亮 代表本体 千山有水千江月 代表的是 一般的四十五物 天上的月亮是圆的 千江的水的月亮 也是圆的 并不是因为 千江的水都是千分之一 分蛋糕一样 一千个人分蛋糕 每个人用起千分之一 不是 每个人 都是圆满的 因此他这个太极 这个太极的意思就是 很容易解释 太就是大 点那一下子就是 无限 遍世界一切处 任何的四四物 所以你看 万物同体一太极 分而言之 一物各具一太极 就是说 江里的水 湖里的水 甚至于你说 碗里面的水 沟里面的水 潭里面的水 都是圆满的 就是我们 华言所讲的 一举一切 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一举一动 不论是任何 不思慈泉 忍受经济不乐 残疾 不论吃饭睡觉 挑材运飞 引民送科 我死放尿 everything 都是一切 我懂这个道理之后 我都是活在太极之中 太极的意思 极是什么 just made 极致 恰到好处 如果我能了解 我们学佛来讲 我能了解 源起信空的道理 我受任何事情 吃饭睡觉 移民送科 等等一切的事情 我都能恰到好处 运用的恰到好处 天台所谓的极空即将即中 我能用到恰到好处 我都活在真理之中 部分这件事情大小 我去开个什么样的大的 一个什么 什么会 我捐多少款 干什么干什么 即使一毛钱 一分钱 我心是诚恳的 我心是 都是圆满 都是圆满的 所以因此他用这个 悦应万圈的道理 来禀受 你看 悦在天上只有一个 可是善见湖中呢 随处而见呢 不可谓悦以分离啊 人人一太极 物一太极 所以这个真理是 是 普在一切事事物物之中 你都可以拿捏 掌握到一极一切一切极的道理 太极原本的意思呢 其实他借用了我们佛家的 那个道理啊 所以那个道理是谁讲的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勇家大师正道科里面 用的那句话说 一月朴现一切水 一切水月 一月舍 这个道理 用佛家这个道理 变成他的太极图说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把 他这个太极图说 跟我们佛家所讲的那些呢 可以相应 就是懂得原教道理 做任何事情都是圆满的 不是说我只做几分之几 那怎么样才圆满 如何如何 也不分大小 不分地位 不分身份 不分事情 不分什么事情 都是圆满的 那就是误道 误道原教道理的人 这样子的 那么这是月印万参 月印万参 其实按照我们佛们 也有很多种解释方法 天上的月亮是体 代表的是佛 不生不灭 法身 月光 报神 香 千香油水千香月 是余用 成到佛以后 他的法报化三身是圆满的 千山油水千香月 那个月是印 众生之 菩萨有感 众生有印 众生要跟菩萨相应 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三十二一心身怎么来的 根据这个 依合称得度 则献什么生 而为说法 怎么来的 根据这个道理 不是迷信 不是神化 不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成佛 我们也可以正到几分之几 正到完备了 就是法报化三身 全部具足了 那么按照维世学教 就是要 你修 前六世 前六世 人妙观察制 然后能观察众生 那么如果是 第七世 是不平等 是平等性制 第八世 是大圆静制 前五世 生生千百亿 成熟做智 按照维世学呢 它有 你按照你破 转世成智的过程 正这个法报化三身 或者它叫自信一身 自受用身 他受用身 硬化身 我换这个名词就是了 就是法报化三身了 所以呢 这就是佛跟众生 佛的大基大用 而千山有水千江月的是生灭的 有水才有月 没有水就没有月 我这一念心沉就相应 不沉就不相应 有身有灭 那么法身是不身不灭的 道身是他自己受用的 化身是众生受用的 你看 所以同样一个法报化三身 一月三身 有很多种解释方法 体相用很多种解释方法 朱熹用在这个地方 变成他解释太极图说 解释通书 通书没有几个字啊 他能解释得非常圆满周到 借用我们佛门的道理 来做解释 所以这些呢 就是说 这个道理是怎么样呢 道理是 我们前面讲的 他 就是理论哲学以实践哲学啊 形上哲学以现象哲学 形上哲学跟现象哲学是密不可分的 形上哲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现象哲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样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也可以说 这三教很多可以通的 你懂这个道理 这就懂 这个懂是想通 就你读一个东西可以 可以懂很多 不是说 我是懂这个 是懂这个 是懂这个 越是懂佛门的 那儒门的东西 你懂得比他还透彻 还清楚 到底他在讲什么 是这样子说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来 刚刚讲的太极图说 因为太极图都是很玄的啦 只不过呢 我们佛门也有谈到 参同气啦 太极图啦 这些说法 可是佛门用的是佛门的那套的 实相哲学 跟儒家又不同了 这是他的 那种形上学的观念不同 所以我们上次讲的空性 讲到实法界 而佛家讲的只是这个世界而已 第六个 本体跟现象 本体跟功夫下学以上达的关系 本体是看不见的 现象是外在的 还有本体跟功夫 就是修养 一个修养 为什么有功夫及本体 修养就是本体 禅宗所谓的修 为什么他明星见性 因为他的功夫就是正到本体 正到实相 明星见性就是见到实相 明知本音见知本音他见到实相 他所修的一点一滴 都是天台所谓的分正极佛 所以这个分了这几个层次 我只能简单的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天台说的一套的方法 比如说他六极佛 一般来讲 李极佛就是刚刚说的 水即使在混 它的根本的水的本质是没有变的 就是一个凡夫 不管他相不相应佛法 相应也好 不相应也好 修了也好 不修也好 李极理论上都是 众生都有佛心 下面就是观行极了 明知极 明知极就是说 我听到经典里面所说的 看见经典或者听别人所说的 人人皆有佛心都可以成佛 我只听到而已 我只听到 只知道这个明知 只知道明知就是理论 文字语言就是明知 明知极佛 听到这个 我听过了 第三个就是观行极 观行就是说 我按照这个一教奉行 按照这个方法去修 观行了 我们读也好 送也好 修也好 就观行 开始 不管一点都没震到 我只是开始 开步走 就像说高雄 你知不知道高雄 高雄就是存在 你不相信高雄 高雄还是存在 现在我开始听过 有个高雄 我要去高雄 这是明知极 第三个 我开始买车票 买捷运也好 买火车票也好 我要准备去高雄 或是游览车票也好 就是观行极 第四 叫做相似极 相似极是什么 指标高雄 我这样去就到高雄了 相似 相似 类似的 那一般讲说 月 就是月 里极月 你不相信有没有月亮 它就是有 今天我听到 天上有个月亮 是圆的 非常美丽 非常漂亮的 然后开始去 逆月找天上的月亮 结果我到晚上的时候 在云层中看见 好像有一个月亮 没有看得很正确 叫做相似极 然后我看见月亮透出一线光 真正的月亮 一线真正看到一线月亮 刚刚是晃晃呼呼似乎有一个月亮 现在是很清楚看到 虽然没有圆满 一线叫做分正极 就禅宗所谓的分正极佛 这就是分正 我看见真正月亮了 明星见性 月就代表我们的本性 然后两分三分圆满了 就叫做究竟极月 光看个月亮就有六个层次 你要去高雄也有六个层次 everything六个层次 就这样分 这样分有个好处就是说 我现在只是观行极的佛 第三层 有人说我就是佛 我还修什么 我不要修了嘛 就会断章取义 以少为多 我现在只是观行极 是什么位置 然后还有帐中边缘 你是属于哪一种 然后我是 我是相似极 我还没有看见 我还没有破无名 都是相似极 类似 前面只是观行极跟相似极 我开始碰无名了 见到月亮了 见到本性了 叫做分正极 分正极 分正极佛 圆满了 所以这是天台修正的一个过程 它分六个层次 我们不会起增障慢 也不会起过去 至少我走了第三个 义籍我有了 明智我有了 观行我有了 我一般了 对不对 虽然很远 我还走了一半呢 我还差三个而已 我不会说 哎呀 佛法这么高 哪是我这种凡夫俗子能够修正的呢 会起一种悲劣慢 会起一种自卑 不起上慢 也不起自卑 所以他有 所以佛讲 他有一个层次在那边告诉我们 好 我们下面来看 老子说的 道个道非常道 道是可以说的 但是不是平常我们所认识的 明可明是称谓 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时 有明万物之母 本来万物都没有明的 有了明字才能够来指 所以道卑之言语言说所能为公 也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无明天地之时 有明万物之母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无明 无是本体 有明 有是现象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谎虚 呼续谎其中有相 谎虚呼续其中有物 为谎为乎是什么意思 谎谎呼呼有 但是又抓不到摸不着 其中的有相有物 君子现象 两者不可分 故可知 就是说 在恍恍惚呼之中 它不是完全没有 你慢慢去体会的时候 你会拿捏到一点点 其中有相其中有物 有东西不是什么都没有 老子说没有办法讲清楚呢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来说 下面就说 有物 这个物就是道 混成 这个混成就是片极 宇宙啊 可是它比宇宙还要早 它是没有生息的 极系疗系 独立而不改 中心而不改 就是道不受任何东西影响 它超越时间空间 可是它周型 它是永远都在运作的 永不休息的 它是所有东西的基本 基本之母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所以我勉强给它一个定义 叫做道 勉强给它有另外一个叫做大 就是老子 在形容这个道的时候 能说明 所以呢 它说道是一个形而上本体 超越存在者也 超越一切存在 可以这样讲 超越一切存在 而存在的东西叫做道 好像我们这个荧幕上面呢 它背景就是道 就是 没有后面这个东西 前面这些所有的文字啊 颜色都不存在 它是一切万物存在的因素 换言之 行而上是行而下的存在的先觉条件 它是先觉条件 没有道 什么都没有 二者 相依存的关系如此 好像 中庸 说 成者天之道 成者人之道也 天之道是上达 是不可知的 人之道就是下学 上达是本体 下学是功夫 所以 宜川先生论意 意的象就是现象 与理 就是本体的关系 他说 自为者理也 就是最微妙的东西 就是他的道理 自助者相也 显现出来就是现象 体用意愿 显为无间 这个本体的东西 自为的 跟运用在现象的那些 看得见摸得着的 它是一个来源 是没有间隔的 理者自为本不可见 是行而上的 相者是显著以外是现象 二者一个属体 一个是用 所以说体用意愿 也就是下学而上达 功夫 所以用力处 其实这个都受佛家影响 我们佛家是讲本体 讲空性 比如说射即是空 射就是现象啊 空就是本体啊 为什么射即是空空即是射呢 一是从本体到现象 一是从现象到本体嘛 一是从左到右 一是从右到左 射即是空是现象到本体嘛 本体 现象的本质是本体嘛 没有本体怎么有现象 所以呢 这个中庸才 不是 中论里面才说 已有空意故 一切法得成 就是空即是射啊 若无空意者 如果没有空 没有本体 一切得不成 一切现象都不存在 就这个道理啊 讲佛门也是这个道理 讲儒门也是这个道理 讲道也是这个道理 基本的那个模式 那个思考模式是很像的 不是两个 这两个不是绝对 绝对是二分法 不是这样 好 下面我们就看 老者是所谓的 自虚即守禁堵啊 前面有提过 现在加以说明一下 守禁堵 这个里面呢 就是东方的哲学有个特点 是禁 西方哲学有个特点 就是动 并不是说西方有 东没有进 东方有进 没有动 是他的根本 不一样 西方是有 才能生有 无怎么可以生有呢 东方是 我们是有生于无啊 有无相生啊 或者真空才能妙有啊 真空没有的话 妙有也没有了 这是完全不同的逻辑 不同的思考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就是 西方人 他们前一世所探讨的一个问题 说我们的心 如果你在追寻到前一世的时候 是不安宁的 老子说 自虚举手禁堵 是什么意思 心灵的清灵 临近 无自爱 无必赛 这是心灵的本质 这是必须经过 好像禅座一样 需到极点 近到极点 很实在很实在的 那个才是 你看 乎勿云云 各种东西啊 各归其根 归根曰近 是未复命 复归性命的本尊 所以这个性命 我们说明星见性 它是归根负命啊 就是宇宙的本人 是不动的 有人说 原星的本质 它是不动的 好像它在动 其实它本质是没有动的 没有灵 灵就等于本质 没有灵怎么有一 没有不动怎么有动 这个基本逻辑 这是老庄的逻辑 所以佛门也是 佛经是禅定中 三位中出来的 自然流露出来的 不是创造发明出来的 这个基本的概念 是很像的 所以一切的气功 一切的修身养性 到了最高点 你一定要meditation 有动有静 然后动静一如 不分动静 你刚开始一定是二分的 到后来一定是整合的 否则你就是stop here 你都是动弓 你所有的武术动弓 动了一旦就卡死了 所以呢 我记得黄龙主师 看见有人在湖面上走 湖面上走 我说武侠小说来讲 那是 凌波虚度 那很高的功夫啊 那是轻功啊 黄龙主师说了什么话 不了生死 那个人一听就要沉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很高的功夫 你说我不了生死 就是说 你不要卖弄那个神通了 摩洛庸啊 没有用 你还在形式上说 我怎么了不起 孙悟空七十二变 他只能变七十二变呢 再变就不行 砍到一个头又一个头 砍到七十二个头 没有了 他只是七十二变了 我们佛家 千江有水千江有水 千江有水千变万化 不居多少变呢 孙悟空不过七十二变而已啊 一转 半跟斗 不过十万八千里啊 为什么逃不出炉来佛首长 因为你还在时间空间限制 所以你看西游记里面 它也是个禅宗的公案 你翻不出如来佛手掌 他以为到了南天国撒泼尿 还在如来佛手掌 你逃不出阴阳五行 逃不出宿命 逃不出时间空间 还在我掌红之中 这里面很高哲学 你看小说 有人看不懂佛经 佛经都是神话了 为什么 它超过我们的一般逻辑是好 当然都是神话了 当然只有理解神话 否则怎么去解释它呢 你也让它理解了 好 这样我们看庄子 心灾作旺 前面是点到为止 这证明是它的原文 庄子人间事 依若智就是要心智专一 心智专一 不要乱 胡思乱想 无听之以耳 而听之以心 我们一般都是用耳朵听 耳是吗 你要用心来听 一般的散乱心 我的解释 散乱心 无听之以心 而听之以气 这个气是更细腻的 听之于耳 外在的风声鸟声 人马糟达的声音 心智与福 福者应也 这段很不好解释 我参观很多资料 根据我的领悟 还有汉山大师的解释 内七篇 福于外在的环境 无所喜露情绪 于其中 气也 我后面 这是我特别解释的 因为我们平常的人 气就是一分钟十五次 一般人十五次 可是禅定的人 可能一分钟 就五次 三次 甚至没有 五分钟一次 甚至怎么样 各位看这里 气息绵绵若成 心息相依 至于虚极 好像没有呼吸了 感觉不到呼吸 好像习柱 人有说习柱 所以禅定到习柱 脉柱 脉柱都停了 有习柱脉柱 我已经超越你的阴阳五行了 习柱脉柱啊 那就是虚灵之急啦 大地呼吸声音都知道 跟大地同然 我记得我有一次听 电视里面还是哪里面 就是听到说 虚 太虚弓的声音 哇 听起来好平静 好优雅 好宁静哦 那当然还不是本质啦 但是我觉得 哇那个声音 到庄子就是 无声之声啦 类似我们佛家的 这个耳根圆通内 不管说一样 还是不一样 还是有段距离的 虚而待悟者也 为道及虚 虚者心之灾也 所以此地两心灾 我们在后面 有个简单解释哦 心灾就是抛弃了感官 用虚无的心来对待万物 自家 然后所谓心灾 是专一心智 不用耳朵去听 耳朵是身体的感觉 而用心去听 心理 心的听是直观的境界 他这个心不是佛家的心 不用宣续听 而用气去听 气是什么 心灵的境界 就是更高了 从生理 心理乃至气无情律 没有这些牵挂 能虚以应物 属于形而上的心灵层次 唯修持真道 才能争持虚灵的境界 这不是我们一般能够达到 所以我们这样的解释 因为一般我看过很多参考 他们都是 我根据谁 王毕住 谁住 住来住去 其实都是直视 不一定了解实修的 所以我们根据 修道的人 修佛的人 他们的那些的经验 或者揣摩他们的 来略略了解一下 他们的实修经验 所以男老男 男怀疑男老 他讲很多东西 他讲的不是我们一般解释有的 因为他个人体会的东西 下面又有一句话 绝积义 无形地难 绝积就是 桃氏绝氏容易 无形地难什么意思 色氏无形难 这样讲就容易懂了 你说我要逃离 我要逃离世间 不跟人接触 这个还容易了 可是你在世间中 我的心不为世间所动 这就不容易了 为人死亦以为 就是说 若在世间为 就是我去骗别人 诈骗别人 还容易 为天死难以为 圣人称自然以修行 就是我骗医生 可是我的身体状况 你骗医生没有用 骗不了自己 自然他会告诉你 文以有意非则以 就是说 用翅膀来飞的是有 未文以无意非则也 你没有翅膀怎么飞 这个庄里面也有讲说 有的人走路 比如说多竹虫 走 还有一种 葵 有一种动物 就是一只脚 一直想要走路 可是还有东西 风 没有脚 它这样可以走路 它不是走路 最动用还是我们的神 它是一层一层高一层 我们一般 走路一定是脚 多脚比你一只脚好 可是我的一只脚 不会差你 正经我没有脚 还走路 它又是不同的境界 来解释 那么此地说 由于有心应试者 未文以无心应试者 文以有知知者 未文以无知知者 这就很玄了 我知道 无知而知 这很简单的解释 就是禁止 禁止是无知的 什么都没有 可是什么东西都有了 什么都可以造 什么都知道 好像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他什么都知道 他必须什么都不知道 他才能什么都知道 我们是说 什么都要知道 结果什么都知道不了 这是日常 凡人如此 所以说 圣人以无知而知者 盖决胜气质罪 老赵为什么要决胜气质 不要聪明 我们佛家来讲 不要世间的 世之变充 要佛家的智慧 这是般若的智慧 最下面说 单笔缺者 看世中的空气 虚世生白 虚尽空明之事 自有纯白的光辉 为心虚无物 一念不生 则虚明制造 这个虚明生白 这是道家修养里面 常用这个字 什么叫做虚世生白 就是自虚与守进度 你就可以了然 这里面很多 我们看都是老庄这些 绝对不是知识 绝对是老子庄子 即使他们都是一个 相当修道 又非常非常 相当深度的一些圣者 讲出来的话 绝对不可能是 平的我的智慧 知识把它讲出来的 不可能 夫且不止 心不宁静 妄想纷飞 似未措耻 这一般人 心耻于外 无所敌止 就像那个水 晃晃晃 永远不会停止 夫 寻耳目内通 而外于心知 什么意思 排除耳目的观能 回光返照 内视内听 则内通于心体 不用妄心妄知 这个就跟佛家很接近 鬼神将来射 这一复 而况人胡 鬼神他都 一样两道 他都觉得 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觉得 那是我们不知道的 有的没有的 他们已经超越这个 是万物之化也 悟我两化 我万物化 则万物化尽于道理 遥与圣之牛 后面就是说 古寿的圣者 古寿的圣者 福西拉 我们听过的 还有什么 积曲 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个人物 知所行踪 就是二圣终身奉为归孽的形式 而况善淹者福 何况一般人 所以这庄子所引用的这些 这些人物就是说 不要看什么 羽啊 顺啊 什么这些人啊 他们都是大道的枢纽 好像我们手的高僧大德 所以后面我就用了 赵论 赵论就是 这个 九摩罗斯下面一个 四大弟子之一叫做 身 身人的身 赵 他写的论 赵论写了四大边 其中一个 叫做 般若无知 何者 有知 则有所不知 这是凡夫 圣心无知 故无所不知 跟庄子的话相通的 不知之之 乃曰一切之 刚刚我们讲镜子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知道 故 精云 圣心无所知 无所不知 信 处理 信义是真的吗 真的 这是一个肯定词 不是疑问字 所以圣人 虚其心 而实其造 像镜子一样 实其造 终日之 而未尝之 好像每天都要知 都没有 所以我们知 每天都知 到晚上就累了 累了就睡觉 所以庄子说 古之生人 齐寝无梦 齐绝无忧 他睡觉的时候 没有做梦 白天 齐绝无忧 白天没有胡思乱想 晚上他不做梦 这不是跟 谭东的高僧 修得很好的人 他就是这样 他不导单 他睡 都无所谓了 所以我们看 金山和尚 他一做 做几十天 他就这样做 我们会累 累趴了 他没感觉 因为他是属于这种 终生 终日之 未尝之 故能莫要 韬光 虚心玄照 韬光隐晦 虚心玄见 见到得非常清楚 必自赛充 而独觉 明明之以 他用的这些语言 很多都是老庄的话 可是里面的实质 是佛门的话 所以老庄 不强调聪明 是绝制 去制论 一般人不能理解 我们人学 咒教育就要有智慧 那有智慧干嘛 老庄就不要 不要凡俗的智慧 不要凡人所认为 那个智慧 是圣者的智慧 这不一样的 所以不懂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 二十几岁 那大学念书 跑到一个什么书摊子 碰到一个人 就是他 决志 决生去世 搞得我迷糊糊 我说老子怎么那么笨 怎么不要有智慧 这老子是鱼 这很鱼啊 不懂 后来真正去了解老子的时候 才觉得 愚人不是他 是我 对不对 人家为什么 不要有智慧 不要用凡俗的智慧 然者 自有穷幽之见 而无知言 神有应会之用 而无虑言 就是说 真正的知识 无知 无虑 他不去思考 不思考的思考 那我们说 禅者 禁律是 禁下心的律 我们一般的律是 不禁的律 就像这个水是有波浪的 看的东西都扭曲的 他们的禁律是 水没有波浪 他看的东西就是他的原貌 他不是不律 这是不同的思考方法 讲法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说 不知怎么知啊 这没办法理解 这样讲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说 无知而知 无虑而虑 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呢 思乃 这是我们 另外再说 老子无为无不为的观念 所法 实相 无相 无不相 是同一个思维方法 就是说 真知是无知 无所不知 就这个逻辑 我把它套进来 我们平常看不懂 看不懂 如果想不懂的时候 他这个逻辑 就想一个镜子 镜子像 无相 没有像啊 可是所有的像 到镜子面前 它是逃不过的 你是什么颜色的 什么形状的 在镜子面前 一点他都不会 打折扣 完全 百分之百的 显现出 你的模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老子说 道常无为 无无不为 老子道德经讲义 他说 大道本不便义 真常妙理 不无不有 不色不空 是为性命之源 是为万象之本 无形无相 可谓无为 无为者大道之体也 无不为者大道之用也 普万物而无形 是以为之无为 妙万物而不宜 是以为之无不为 人依之而修之 得性完全达到 在我已 何用远求哉 这是 我们从 这一段话 这一段的经文 是引用什么 送 长心 龙渊子 龙渊子一看就晓得是道 是 解释 道德经讲义的卷下 我这一段话是 引用他这段话 是 印的人是 高雄 有一次跟一个 我们陈希社的一位学长 就跑到高雄 山清这个地方 他们送了我一本这本书 我把它留下来 觉得你们讲得还不错 它是龙门中的 就是 丘主基这一派的 其实它里面呢 就有佛道儒的思想在里面 好 下面看老子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 是以无德 这话怎么讲 我后面有个解释 道是本质具足的 寿命于天 权之于性 德之于心 德者得也 就是上最高的德心的人 他不以为有德 所以他才真正有德 下德不失德 就是 至于无德 为什么 加上后天的人为的造作 我一直想让我有德 这个人为造作 他的德反而显现不出来 有所为 上德为之而无以为 他虽然做了 他是没有什么可做 就像说 我们在佛法讲的 祝佛菩萨 每天都在读众 他不觉得他在做 他不觉得他有功德 他是无为的 也是无不为的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上人为之而无以为 上亿为之而有以为 上你为之而莫之应 就是上你为之 不以回应不以为然 就是说上你他很守理 结果呢 就是反而弄得很糟 以前我就碰过有些 他一看 学佛的人都那么规规矩矩的 佛力佛气的 哎呀 他这个佛我不要学 那么你那样子做 过分注重那个外表的时候 别人反而变成一个反面教材 有的时候会这样子 他有为的 我们再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 有个父亲 他吃饭一定 每一口三十二下 然后吞下去 然后他这样做 觉得身体很好 然后说 老大老二老三 你们都拼的 他每天吃饭 你没有三十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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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全家都得胃溃疡 他是好好的 每个人都得胃溃疡 为什么 我每天都指责他们 他们都不是愿意的 但是你每天这样子 每天有没有三十二下 你没有没有 每天一吃饭 就开始三十二下 太有为了 你太有为了 结果怎么样呢 过有不及啊 太人为了 结果就产生这些问题 执着那个三十二下 问题就 所以说 后面说 世道而后得 世德而后人 世人而后义 世也而后理 理者忠信之博士 忠信衰落而后乱之手也 欲识人为 人性欲译拘束故业 所以理是一个不得已的 是忠信博了而有的 这个呢是 所以我们谈到很多事情 我记得陈子 有一次去一个寺庙 到这个寺庙之后 出来 就跟他学生对话 学生就问了 老师 为什么我们看见佛像 会心得寿然起敬 一般来说的话 就会说 因为佛像长得很庄严 我们一看那么庄严 素人起敬 就起敬 这应该是 我想一般人会这样回答了 就陈子布子这样回答 这个可见你平常心不敬 你看见佛像的时候 你才觉得起敬 就是导演者不可虚 你可立非导演 你看见佛像起敬的时候 代表你心不敬 到这个时候突然觉得 我要心敬 就像我本来弯腰头背 看起来抬头挺胸 我就觉得不对 我要抬头挺胸 代表我平常是弯腰头背的 这是比喻 陈子这样说法是什么呢 他不是用知识来告诉 他是用一个行为 一个概念 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思考方式 来告诉他的学生 这是儒家思想 也是我们佛门的思想 静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而且是学生提出这个问题 他做这样的回馈 回馈他 不是说 你要用静 你如果进了佛门 看到佛 洗尊精 代表你平常不敬 他不会这样说 那就是行事了 没有了你才说要有 其实平常就好像说 抬头挺胸是平常的 如何 所以这是老子的 他的一个思考 是这样 所以下面才会有 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为 六心不合有词笑 国家混乱有忠臣 所以我们上次谈到 有一次唐太宗跟魏征 谈天 魏征说陛下 我希望我当良臣 不要当忠臣 唐太宗这话怎么说 良臣跟忠臣有什么不同 他说忠臣是我听话 希望你不听结果我被杀 我就变忠臣了 良臣的话 你言心力同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我不会被杀 我就是良臣了 唐太宗说 开悟了 希望我的臣子都是良臣 不要变忠臣 忠臣是国家混乱的时候 有些执言尽贱 那才是忠臣 那么 现在这个世界不是忠臣 奸臣到处都有 就是出卖人格人到处都有 下面再看 唯学日益 唯到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 无为而无不为 这话怎么说呢 人亦理智 寓亦争争 人寓亦智巧 唯学亦争 诈为随生 就是 等于说 你没有的时候 你拼命的强调 你已经失掉它本人的东西了 反而 诈为多 唯到日损 就是损后天人为的 佛破山祸 亦在损着予 我们佛教讲的 破建筑祸 破成山祸 破五蜜祸 都是损 减法不是加法 我们世俗的东西说 你不懂 我还多学 是加法 佛门是 减法 减掉你不该有的那些东西 是损法 不是加法 所以说 神之又神 以至于 心如明镜 尘亦寄去 本体光明自在 镜子就是说 你把它去掉了 它就是光明了 你不必说给镜子 加个光明在里头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还有 不出户 知天下 不愧有见天道 其出迷远 其之迷少 就是说 老子的哲学是 不要出户 现在我们网路 不必出户 在家里全部都知道了 对不对 一机在手 一个手 手机什么都有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憨山大师说了 向外此求 历令至魂 故去信迷远 情尘日寇 尘厚而心亦暗 所以圣人 不行而知 不见而明 不为而成 另外陈古印先生 他的《庄子经事经》里面 他住得不错 他说 老子认为 我们应该透过 自我的修养功夫 做内观的反照 净化欲念 清除心灵的避障 以本明的智慧 虚性的心境 去揽造外物 去了解外物的规律 上面的观点 不限于老子 庄子和佛学 也特相似的 基本观念 也持相似的 基本观念 我们还可以 笼统地说 东方型的思考 都有这种 基本的认定 这个 纯古印先生 他是学 哲学的 西方哲学的 后来他回到 东方哲学 回到 老庄哲学 这是西方思想家 或心理分析家的 观点 完全不同 他们认为 人类心灵最深处 是焦虑不安的 他这个认为 应该是 从心理分析家 跟全意识家 来分析 每一个人 不仅是 哪一个地方人 哪一个人 人类的心灵深处 都是焦虑不安的 欲向心灵深处挖 欲会发现 他是按照汹涌 疼者不灵的 赐老子 所以说 自须及守 尽独也 这段池的助就写得很好 所以我们在 圆节经 里面有几句话 就在你修禅定的时候 欲成其心 成清 成清湖那个成 欲成其心 觉是 烦动 感觉的觉 是 而来也是 烦躁不安的 烦动乱的动 绝世烦动 也就是说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圆节经 这句话 圆节经里面 以后你才会 脱离这个沉 沉跟我们 就是我们人 我们一般反复 外面的环境 都每天干扰到我们 白天看到外面的环境 五一六成 都干扰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心里说 晚上都有很多梦 什么梦宴等等 有梦无梦 一大堆 那么因此 在修习禅定 就是回光返照 就在莫作成心 成心敌律 等于说是排毒了 把那些灰尘 都把它洗掉 把它去掉 可是它去掉的过程 到了最后的地方 感觉那个世心 就好像说 我们人看到海平面 太平洋 哇 好像什么都没有 你到深海里面去 什么雨 什么东西都有啊 到那个时候 感觉这个世心 这个种子啊 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 《解神秘经》里面 有句话说 阿托那是圣身系 一切种子如暴流 暴流 暴流 暴不那个暴流 我于凡于不开眼 孔比分别之为我 这是《解神秘经》里面讲的 阿托那是就是阿赖也是的另外一个名称 圣身系就是非常深 非常的威系 我们平常完全不知道 这个种子像瀑布的流一样的 一些种子如暴流 那个东西呢 这个阿托那是 我就是佛 佛说我跟一般人不说 恐怕别人知道 这是我 佛法说我 这我们没有转世成志权 好像有那么一个 阿托那是阿赖也是如何如何 所以他就会觉世反动 那觉世反动之后 你就是你已经观察到最后 等于说你的病根 我们众生的病根的最基本的 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那些东西 也把它沉浸 现在有一种叫做 微就是说 就是他那种东西 非常微细 能够穿透 现在科学能够说 有一种很微细的东西 可以穿透到我们身 假如说一个好的东西 小分子 一般都能穿透这些细胞 能够进化你的内在 假设有这样的一个 那这样的很好 假设坏东西 那就不得了 那我们整个都被破坏了 好东西的话 就是它渗透到 一般外面 你没有药力 饮食 一般达不到的东西 可是它是小分子 它可以串通进去 能营养你的内在 那当时非常好的东西 同样我举个例子说明 我们在禅作的时候 就像小分子一样 一直渗透到 我们平常根本 关照不到了那些念头 那些东西 那些都是我们的夜洗 一切种如不留 然后你把它成形敌立之后 哇 那个就等于说 把这个夜就 我们说夜尽晴空 才能入禅定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它这边的解释 我们跟它的这个解释方法 是如到佛门思想都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借用了这个 来了解我们佛门思想的时候呢 以前我们没有谈这个东西 我后来觉得把它再深入一点了解 可能对我们了解佛法 有更多帮助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我们后面再稍微我补充一下 各位看一下 老子里面的 塞其对 对是什么 就是孔窍 或者指孔 我们不是有七孔吗 九孔吗 避其门 门就是肆欲的门 或者耳目 两种说法 简单的说 老子这个说法就是 收色六关 我们佛下不是有收色六根吗 敬恋相继吗 对不对 老子这个话 看他都看不懂 可是你了解 收色六关就是六根 心不外耻 内阳其性 收视反听 何其光 不漏锋芒 同其尘 何光同尘 混同尘间 四位玄同 民国时代有个人叫做前玄同 那就从这里来的 不过这个人是不玄同的了 好 这是老子所说的 好 因为我们说要稍微 稍微 再讲一段 为什么要不出乎 出乎而知者 这个是道德经讲的 不过知其可知者也 知道所可知道的 不过见到他可见到的 天下的事自广 天下之力也自妙 哪能以可知而知乎 岂能以可见而见乎 若以可知而知 凡夫俗事 皆可得而知义 大家都做得到 若以可见而见之 凡夫俗事 皆可得而见义 真知者 不在于出义户 真见者 不在于愧忧 真知者 知之于理 真见者 见之于信 理是天下之通的 信是通的 知之于理 天下之事虽光 未有不可知者 见之于信 天下之信虽为 虽妙 未有不可见者 天下之道 不外乎于信 所以我们讲 法信佛信 无情同源总之 天下之事 不外乎于理 一理通万里 以此而知 以此而见 不知之中 自有 真知之妙 不见之中 自有真见之妙 凡而不知之见 只可以形色为之见 此地都解释 跟一般 我们所讲的 这里也解释很清楚 一般人就是 看见所看见的 他是不是 眼睛不是往外看的 为什么会有六神童 三明六童 为什么会有这些 这都是我们本质具足的 我们是 该有没有 就是说 这是我本有的 所以不分广辖 不分内外 不分词跟比 这是他的解释 前面 为什么要 筛齐队 闭齐门 什么意思 大概是这样的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个点 报个段落 愿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众恩 下记三土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子一发生 同生极乐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